我觉得马英九前总统看起来比较像是国台办的发言人 又或者是说这个习近平肚子里的虫 而且是很善意的为习近平在解读 其实我是觉得非常遗憾 坦白说我们要浪费时间在一个过气的自恋的 然后根本就是丧失立场 那活在幻想中 三不五十出来呢 附和中国一下这样子的过气老人身上 人家年华正盛啊 大家看我的表情就知道了 我也不再多说了 年华正好 出自吴敦义的口 那我也不意外 因为吴敦义以前还说马英九是人间盈盈 我们就不要再说了 我的胃有点在翻脚 我觉得啦 马英九办那个什么国家不安全研讨会 我必须要讲 台湾最大的不安全 就是有像卸任的元首 像马英九这种人出这张嘴巴 再跟中国应贺 一般人在研讨会 不是比如说家庭美满研讨会 家庭不美满 经济不成长 社区不发展 有这块的研讨会名称呢 我跟你说表心利益啊 相看就最欢迎 中国最欢迎啊 马英九讲完了以后呢 我可以告诉各位 中国的中央电视台马上报道 一分半钟 这个是一来一往 真是好不亲密啊 事实上马英九非常清楚 第一 我请问一下马英九 你说你没有卑躬屈膝 那你干嘛见习近平的时候 你的国旗徽章不见了 不打紧 你在全世界面前说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你个表到哪里去了 你告诉我 你还要骗人吗 那习近平的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你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那中国不断的文公武贺 你为什么从来也不说一声呢 又或者说 中国也毁诺了香港 五十年不变就一直变啊 你怎么帮香港人说一声呢 那还是你的出生地呢 中国够多谎言了 结果你居然还要为他擦枝抹粉 说你有兽也会说真话 对不起 中国其实也没说谎 中国他就是对你 台湾我就是明哲来 我就是阳谋 我就是要把你收回来 我就是要一国两制 人家就讲得很清楚嘛 各种手段都做 就只有你马英九 你亲世道明 你焉而道理 你视而不见 你眼盲心瞎的吗 我是真的是不忍心 讲一个卸任元首是这样 可是我请问一下 有哪个国家的卸任元首 而且当过三军统帅的 会灭自己的威风 说首战就是这个中战 然后还说美国不会来救 还说什么我们国家正迈入危险 说我们国家不安全 我真的是觉得我没看过 尤其是如果照他这样讲的话 我告诉你 真的 他真的应该去找两奖算账 你还当过蒋经文秘书呢 两奖不是不反共 不是反共到底吗 不是站到最后一兵一卒吗 那怎么那个时候 你都不讲一声呢 他们是把国家带到危险边缘呢 和平靠什么 和平只有靠实力 实力靠什么 实力我最后简单的告诉各位 第一 台湾在这个历史的关键点上面 已经是自由世界 美国带领的这些民主自由同盟 对抗一个中国的 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邪恶团体 这已经是壁垒分明的世界 台湾第一能够站错边吗 我们第一要站对边 对不对 这是价值同盟 也是实力同盟嘛 第二我们要足够的国防嘛 不是只有足够的国防 买武器而已 我们要有足够的心防 心防是什么 内部要团结嘛 如果内部不团结的话 中共的名言 没有打不倒的敌人 没有摧毁不了的堡垒 只要从敌人内部瓦解起 而你马英九 你做的 就刚好印了人家的话 你就好像是人家的内应一样 你就是在分化台湾内部 你制造紧张 你打击士气 第三台湾要的是什么 经济实力嘛 台积电 护国神山 如果台积电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全世界供应链都跳脚了 这就是我们台湾要做的 所以我们经济要自主性啊 我认为现在 幸好我们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也幸好是民进党执政 我最后只跟你马英九讲一声 如果是国民党执政 我们惨了 那个惨是什么 不用等共产党来 疫情已经把我们打趴在地上了 路客趴趴照 口罩自己不够 还要送到中国去 然后呢 你如果是国民党执政的话 在这个态势之下 如果照你马英九的路线 是把台湾推向中国 是跟长久以来 跟我们价值同盟 民主自由同盟的 这些自由世界 刚好站在对立面 所以国家要安全 第一点是什么 马总统 请你跟你前朝那些政务官们 闭嘴 不要跟中国离应外合 到底是谁卑躬居膝 以现在来看的话 蔡英文总统 护国家的主权 他是非常的坚强的 民众也可以感受得到的 所以很多人在讲说 为什么现在 这个当过八年的总统 这一番的言论 甚至有人就认为说 你是什么买劲去弄到的 不然你是怎么 只要中国的你说 帮他擦脂抹粉 然后就把中国形容得那么好 你明明知道说 他一直在讲谎话 你偏偏叫台湾人说 没关系 他搞不好会讲一次 读读看 好像是大家在拨十八道 你拨一拨一拨 每天都思议说 没事继续拨 思了一拨都没事 不然一拨就赢回来了 这个国家安全 可以这样子搞吗 所以呢 中国国民党就很可惜了 对于马英九 前总统这一番言论 都没有出来讲任何话 没有出来讲任何话 在政治上的解读 会讲什么呢 如果是一般的从政党员 这算了 你个别党员 你要胡说八道 哪有我一个党要帮你背书 可是你马前总统干过八年 又干过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那一直在讲这个九二公司 一直讲这个一中 然后这番言论 国民党都没有人出来 跟他戳一下 那代表你会被解读成 你全党在帮他背书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 这个部分讲这样子好吗 对整个中国国民党 未来以后在台湾的发展 真的是好吗 中国国民党真的会去认同他吗 整个国家尤其是面对 你看今天开始 中国在军演 在这几个海将在军演的时候 你一个干过总统的人 那你讲这番的一个言论 你散播了全部是中国 对我们的善意 可是台湾人现在看到的是 哪是善意 你到处在演习 你这对台湾是一种善意 然后你告诉台湾人说 他有一天他会变好人 他那里面那几个孩 在演习那个都是假的 那个是在过年要用的 要庆祝 你是不是要传达这个吗 所以我会觉得这番话 我相信很多人听了以后 连中国国民党的支持者 心会凉掉 尤其中间选民会跑光 年轻的朋友一定会觉得说 你要死你给他死